大家好,欢迎来到飞誉网络培训 咱们先一起完成一下昨天的作业 昨天作业稍微有点难度 用编辑框加入文本命令 通过加号运算符 连接至少三个常量 并且包含文本型和整数型 咱们一起去完成一下吧 打开之前的原码 先给它添加三个常量 Ctrl加N 常量4 给它改一下吧 嗯,作业常量1 作业常量2 作业常量3 文本型给它弄成 1,2,3 夕要2是 数型啊 再给它加一个备注 整数 文本 好,那咱们添加了三个常量 通过加号运算符给它连接起来 好,咱们来试一下 同样用这个按钮作为例子 这条代码先注视了 编辑框1 编辑框1 加入文本 请作业常量1 文本型啊 文本型 所以说咱们不用给它强制转换到文本 然后作业常量2 编辑框1 编辑框1 编辑型的话就要用到上一节课所学的命令了 到文本 把它强制转换成文本型 然后把作业常量3 好,那运行起来看一看是不是就跑起来了 1,2,3啊 在这里 给大家前面加一个换行符吧 加一个换行符可能会看得稍微清楚一点 好,效果就这样 1,2,3啊 它们已经连接起来了 1,文本型 整数型 文本型 通过到文本这个命令啊 然后成功的把它们连接了在一起 那么接下来开始咱们今天的课程内容 也是新手学习的一个难点啊 变量 咱们上一节课学习的是常量啊 那么这节课学习的叫变量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变量 什么是常量 从字面去理解 其实更简单啊 它们的区别是不是就一个字啊 一个是常 一个是变 可以这样理解啊 常量就是 嗯 常住的 不变的 比如说游戏的机械值 游戏没有更新之前 它是不是就是不变的 是常住的 同样 与之相反啊 变量 变量 是会变化的 可更改的 那么在一语言中 变量又可以分为三种 一种 局部变量 二种 程序级变量 第三种 全局变量 我们都从字面去理解啊 什么是 局部变量 可能在局部地区使用是吧 叫局部变量 那么 在一语言中 它的这个局部范围有多大呢 咱们来看一下 回到咱们的原码 比如说 咱们在这个按钮点击事件里面 给它举个例子啊 我在这里建立一个局部变量 那么这个局部变量 只能在当前子程序使用 其他的子程序 它是没有权限使用的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理解 只能在当前子程序使用啊 就是它的局部范围 那么什么叫程序级变量 其实这个也好理解啊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 什么叫程序级 会是第一次接触啊 这个例子可能大家更容易明白啊 咱们上学时候写作文啊 写作页啊 你总不可能把所有的内容 都写到一页下面吧 你字太多了 或者是内容太长了 你总要给它分页吧 第一页写完写第二页 第二页写完写第三页 是不是这样 同样一语言也一样啊 你这个程序级写的代码很多 你想给它分一页 或者说是给那个代码分类啊 是不是就可以给它新建一个程序级啊 那么程序级变量 它就是只能在 当前程序级下使用 全局变量这个就不用介绍了 都可以使用 那么接下来 咱们去实际的运用 看一下 回到咱们的原码 来实际的运用一下 咱们这里已经添加了一个变量 那么再给它添加一个变量 类型一就选择文本型啊 咱们学过了就文本型跟整数型 那么怎么给它添加局部变量呢 语言中的快点界啊 你可以记忆一下 添加局部变量快点界 快点界是Ctrl加L啊 也就是CTRL加L 添加局部变量 下面的代码先给它注释一下 那么咱们给它添加了变量 是不是就可以给它复制了 文本型给它复制为文本 等于比如说 对于网络评训 然后整数型变量 把它复制为整数 编曲框中给它打印出来 局变量1 加倒文本啊 这里整数型到文本打印 要加一个倒文本 这种是上一节课的内容啊 前面有内容啊 那么给它再加一个 感应出来更清楚一点 那么运行起来看一下 吉他 飞誉网络培训123 是不是已经成功的给它复制了 那么咱们再来看一下 先关闭调试 比如说这个子程序的变量 我在第一个事件里面 也就是举动窗口 创建完毕这个事件里面 复制给它行不行 咱们试一试 给它 给它复制过来 运行起来看一看 所以就直接报错了 找不到指定的变量名称 局变量2 其实第一个它也是找不到的 局变量1 会找到啊 所以说局部变量 只能在当前的子程序下面使用 那么程序级变量 就可以所有的子程序啊 在这个程序级下面 所有的子程序都可以使用 怎么添加程序级变量呢 有两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 咱们在程序级的顶边啊 也就是这里有一个保留 点击一下它 回车就可以直接添加程序级变量 然后第二种办法 就是先给它添加变量名 比如说 集变量1 等于 我要添加文本型的 就非语网络培训 然后按回车 这里就会找出来了 定义错误 找不到指定变量名称是吧 它叫你添加那个变量 咱们可以给它选择 全局变量啊 程序级变量 局部变量 这里都可以选择 咱们选择第二个 程序级变量 两种办法啊 一语言 添加程序级变量 并没有为我们提供那个快捷键啊 变量1 程序级 再给它添加一个 文本型啊 选择一下 变量2 书型 同样 这里添加的程序级变量啊 它所有的指程序都可以调用 咱们来看一下 测试程序级变量 变量2 等于3 给它打印一下 连辑框1 翻入文本 变量2加矿航符 运行起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里成功的给它复制 同样咱们去给这里啊给按钮事件里面 也给它打印一下看看 几条蛋白先注释掉 已经打印了一次了 因为咱们添加的是在启动窗口创建完毕这个事件里面 所以说窗口一创建完毕就已经给它复制了 以后像一些基地址也可以这样 咱们试一试 大家看是不是测试程序级跟上面是一样的 所以说程序级变量是所有纸程序都可以调用的 在这里给大家科普一个 课外的小知识 以后咱们软件如果说防破解之类的 一些重要的数据或者说是跳转 可以用局部变量 一些基地址你如果说想要防偷的话 可以在软件登录以后给它用程序级变量 这样多多少少会给破解带来一定的难度啊 当然在这里只做一个了解 那么怎么给它添加全局变量呢 同样很简单啊 有快捷件 在这里可以记一下 添加全局变量快捷件 大家也可以记一下 添加全局变量 我们来试一试 添加坑加剧以后 在程序这里面啊 它会给它生成一个全局变量表 这里有一个加号 给它点开就能看到变量 咱们来给它改个名 全变量1 全变量2 整数型 文本型 咱们先在这一个程序级里面啊 也就是启动窗口程序级里面 给它复制一下 测试一下 直接复制吧 全变量1 全变量 好 我们给它跑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全局变量 大家看 全局变量 在这个程序级里面 同样可以调用 那么在其他程序级里面呢 咱们也来测试一下 好 如何添加一个程序级呢 很简单啊 在点开属性的旁边有一个程序 然后程序数据 在这里右击 新建程序级 咱们在这里给它添加一个子程序 程序1 好 同样 咱们回去把它的复制给它复制过来 看一下能不能跑起来 会不会报错 好 我们运行一下 大家看啊 它是不会报错的 因为在任何地方 它都是可以被更改和复制 或者说是读取 好 到这里啊 咱们今天的课程也接近了尾声 嗯 接下来给大家布置一下作业 今天的作业 在编辑框上 打印出 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 局部变量 程序级变量 全局变量 并且包含文本型和整数型 其实也不是非常的难啊 只要你前几节课掌握好了 这些只是将今天的内容 将前几节课的内容 结合在一起啊 相信大部分人还是可以完成的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换